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报告终于出炉了 但是包括了英国美国多达14个国家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这份报告并没有办法取得全部的资料 美国更要求要展开第二阶段的调查 不过大陆方面也反击 他们认为是欧洲国家还有美国英国把病毒的溯源政治化 只会破坏全球的抗疫努力 肆虐全球一年多的新冠病毒到底从哪来 外界关注的世卫调查报告总算出炉 长达123页的调查报告统整四种可能的病毒传播路径 但几乎排除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外泄的说法 至少14个国家对这份报告不买单 包括美国日本南韩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对这项调查研究拖延太久 而且未能取得全部资料表达关切 毕竟连调查小组都这么说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也罕见呛大陆说 专家小组在搜集原始数据时碰到困难 认为需要深入调查跟美国同样立场 中方为专家组在武汉的顺利工作提供了必要协助 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径 只会严重阻碍全球溯源合作 大陆老调重谈开放透明又负责 但争议延烧 已经让这份调查报告的可信度打上大问号 PP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打上问号的还有大陆疫苗的可信度了 巴基斯坦总理在接种大陆的国药疫苗两天之后确诊 现在连该国的总统和国防部长 也是打完同一支的国药疫苗之后 双双宣布确诊 而国药疫苗的有效性再度引起了质疑 但是大陆的国药集团宣布 他们已经在研究加强针 不到一个礼拜前才出席阅兵大典 巴基斯坦的总统艾维当时看起来健康良好 谁知道30号他就在推特宣布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两个礼拜前才打了来自中国大陆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 对于一些个别的人可能因为个体的原因 当然也有些其他的原因出现保护失败这个情况 也要进行一些研究 明明有打疫苗还是确诊 这状况在巴基斯坦不是第一例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在两天前才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时间太短还不足以产生抗体 巴基斯坦的总理伊姆兰汉18号打疫苗 20号就确诊 当时大陆媒体说时间太短还没产生抗体 那这次巴国总统已经接种两个礼拜还是中招 连国防部长也感染 这都不禁让人质疑 大陆国药集团的疫苗保护力到底有多少 现在观察到的疫苗的有效持久性 保护持久性是半年左右 那么中和抗体的持久性水平也在半年左右 只谈保护力时间可达半年 却没有说保护力有多高 前秘鲁国卫院主任指出 国药的两剂疫苗在秘鲁进行的第三期 临床试验保护力分别只有11.5%和33% 都低于世卫定出的50%门槛 秘鲁卫生部跳出来否认 但引用的却是国药在阿联大公国的研究数据 说保护力可以达到79%以上 从头到尾都没有公布在秘鲁的研究数据 对此国药集团反批秘鲁数据不科学 另外施打大陆科兴疫苗的菲律宾 也因为疫情回温 马尼拉都会区将再度封城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还要看到的是澳洲昆士兰 因为有两位没有接种疫苗的医护人员 成为了疫情破口 当地再度陷入了封城警戒当中 要带您看到的是大白天的布里斯本 只要有车辆出现 警察就算骑着脚踏车也要追上去 要他们赶快回家 原来当地从29号傍晚开始就进入了封城状态 也可以看到在入夜之后的昆士兰街头也是冷冷清清的 还有超市出现了爆买潮 卫生纸之类的日用品都被抢购一空 澳洲这波本土疫情是来自没有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员 三天造成了15个人确诊 而数字还在增加 这让当局紧急下令封城 以及关闭医院 而面临第四波疫情的还有日本 日本是在21号的时候解除了全面紧急状态 恢复了南来北往 不过这个时期刚好是樱花季 很多就学以及就业的活动 人员流动非常的频繁 所以大阪充城的感染状况急速的扩大 两个县知识都宣布 现在他们当地已经进入了第四波的疫情 而首都圈现在大家也很紧张 因为很多人都在外食聚餐 有学者预估 如果东京爆发了第四波疫情 恐怕打疫苗也压不住 而日本政府同时也追踪了 打疫苗的医疗人员的状况 发现产生不适症的人数 比第二剂是多于第一剂的 调查单位还不确定背后原因是什么 但是建议大家接种第二剂 最好休息一天 日本疫情又拉警报 二月底大阪解除紧急状态 不过一个月感染状况大反弹 担任确诊一度超过三百例 比众疫区的东京还多 终于让知识松口 大阪进入第四波疫情 为了抑制住疫情 大阪准备向中央政府提出防疫申请 通过后可发布严格规范 大阪计划实施口罩义务化 未带口罩者禁止进入餐厅等室内场所 而远在南方离岛的冲绳 也传出坏消息 冲绳县政府表示 二十到四十九岁年轻族群 大肆上街用餐 成为了第四波疫情的导火线 而刚恢复自由的首都圈 也正上演着要命的情况 日本政府目前人建议少人数聚餐 但民众根本克制不了自己 根据定位网站统计 首都圈大约三千间餐饮店 解禁后一周的预约数比前周成长四成 而且越夜越热闹 超过晚九宵禁令的定位 近占大多数 五人以上的用餐预约也增加四成 政府一届不禁担心 首都圈恐怕已经一脚踩进第四波中 就算有疫苗也难以力挽狂澜 苍桥教授以日本去年夏天的第二波感染为试算基础 显示东京会在五月中旬进入第四波疫情高峰 届时不论首轮民众施打疫苗 进度为何 对于疫情压制都没有明显帮助 强调在全民接种前 扎实的防疫才是根本 不过口罩代劳 隔板防飞沫 这类防疫基本功却也衍生出问题 一句话得讲个好几次才听得懂 或听得到 民间的全年龄调查发现 高达83.6%的人曾在消费时 因口罩等防疫对策而感到听不清楚 当中有86.6%的人假装听到 口罩其实是一个低通率波器 对于低频的声音几乎没有影响 但是会削弱2000厚资以上的高频 然而高频语音通常带有 厘清语意的线索 因此戴着口罩说话 让人对语言的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有助听器厂商因此开发了口罩模式 能够降低背景噪音 并捕捉较较多的高频语音讯号 获得二三十岁年轻族群关注 而疫情间深受困扰的 还包括了进食障碍者 日本专科协会调查 疫情间高达93%患者 感到病情加重 但防疫期间医疗资源失衡 许多患者想要就医 却求助无门 幸运预约到的 还得等上各把月 目前仍有四成病患 认为看医生相当不便 为了不让进食障碍患者 陷入孤立 大阪有专科医生 研发了问诊APP 让患者用手机 进行每日生活记录 包括饮食 睡眠 暴食等身体状况 透过整合系统获得医疗之外 还在读书的 也能得到学校帮助 TV新闻最后报道 国际监局是带您看到 日本和印尼周二举行了 二加二会谈 双方是签署了防卫的装备协定 要加强合作牵制 中国大陆的海上行动 而日本和印尼 两国的外长 还有国防部长 在东京展开了会谈 更签署嫌疑 日本未来会向印尼 提供防卫装备 还有技术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也表示会谈当中 双方针对中国大陆 在东海 南海的大动作 已经交换了意见 会对于中国大陆 试图以武力片面 改变现状感到担忧 而外媒的分析指出 这场二加二会谈 有意借由两国的合作 牵制中国大陆 在印太地区的扩张 而虽然现在 在美中俄的关系紧张之际 还是有一些议题 可以谈得来 气候相关的议题 不放弃合作交流 白宫表示已经邀请了 习近平和普京 参与下个月的 国际气候峰会 而拜登上台之后 主持的第一个国际峰会 就是在世界地球日 主行的气候会议了 包括了习近平 普通在内 一共有40位的国家领袖 受邀出席会谈 北京方面 其实还没有做出 正式的回应 俄罗斯方面 已经表示收到了邀请函 而先前大陆方面 就有提议 可以希望透过 这一次的气候峰会 通过视讯举行 拜席会 但是白宫一直 没有对这项视讯的提议 做出任何正式的回应 而不过美中关系 是进入了竞争又合作的 全新局面 专家分析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似乎已经摆脱过去 邓小平韬光养晦的 对外外交政策 现在已经走向了 战狼的外交 而这个月 美中在阿拉斯加 镜头前的互呛 就是影证 而美国国防部也统计 现在中国大陆的船舰和潜水艇 已经有350艘 是高于美国的293艘 是世界最大的海军 而习近平更直言 中国大陆已经可以平视世界 英国的智库也说 到了2028年 中国大陆的GDP 可以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种种迹象都显示 中国大陆在经济 军事实力逐渐追上美国 正要发挥多面的势力 建立抗美的联盟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两个多月 美中关系没有后川普时代 预期的回暖 反倒成了民主独裁 两大阵营壁垒分明 被誉为软实力之父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奈伊表示 现在最令人忧心的是 中国对外展现的强硬姿态 根据美国国防部统计 目前中国船舰和潜水艇 有350艘 高于美国的293艘 已是世界最大海军 習近平国家主席は これまでよりはるかに 国家主義的な指導者であり 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などへの 関与を強めています 能力を隠して時が来るのを待つ という東商兵士のかつての政策は 習主席によって打ち消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南亦指出 過去邓小平反对霸权主義 中国不当投 韬光養晦的外交战略 到了习近平時代 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个月中 在美国阿拉斯加的 美中外交高层会談 正象征着 往後美中关系的走向 日本綜合研究所首席理事 吴居華分析 主掌中国外交的杨洁篪 大嗆美国国務卿布林肯 展現了北京高度自信 中国大陸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个月初在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说 如今70后的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之前 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 英国智库预估 七年后到了2028年 中国GDP将逆转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在阿拉斯加表面上几乎撕破脸的美中双方 转身立刻各自展开外交战 美国国务卿与29个北约成员国举行外长会 巩固跨大西洋关系 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与俄罗斯外长异口同声 媲美单边霸凌 干涉他国内政后 转往中东六国访问 包括美国盟友沙伍迪阿拉伯 美国敌人伊朗 以及这几年与西方交恶的北约成员土耳其等 从合作抗议一带一路 到表明支持一中原则 显示北京正筹组自己的联盟 要领导新世界秩序 为了与美国对抗 中国把经济力集中在提升军事实力 而美中军事竞争下台湾就成了最敏感的热点 美国现任印太司令戴维森警告 解放军六年内可能犯台 印太司令提名人阿基里诺也表示 中国对台军事威胁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迫在眉睫 随着美中对抗气氛升高 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是否更大 下个月8号 日本首相菅义伟将前往华府与拜登举行美日高峰会 现在传出双方拟在会后发表共同文件 把钓鱼台明确列入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 也考虑提及台海和平安定的重要性 英国金融时报则引述美方高官 指拜登政府对台海的最新评估 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态度似乎从满足于维持现状 变得更加欠缺耐性 也更倾向测试底线 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 越来越放胆塑造自己的历史定位 日本媒体则报道 日方担心一旦台海冲突 与台湾相距仅110公里的雨纳国岛 可能成为中方进攻的对象 日本防卫省计划增派人员进驻 在中美两大国博弈下 东亚局势也更加紧张诡决 美国公务院发表了2020年度的人权报告 他们认为台湾主要的人权问题在刑法的诽谤罪 还有严重贪忽 也提到法律学者和政治人物认为台湾的司法不够独立 会对政治人物进行有政治目的的调查 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报告发表记者会上 点名了缅甸的军方 也对大陆在新疆以及香港侵害人权表达关切 这也是拜登政府第一次正式宣示 大陆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北京和华盛顿关系持续紧张 两星期前的美中高层对话火爆开场 接着美国欧盟加拿大和英国同步 针对新疆祭出制裁 然后北京报复还击 后续还有新疆棉抵制风波延烧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大陆的报复只会让各国加强力道 由于缅甸政变发生在报告完成后 布林肯也特别点名缅甸军方及安全部队 对非暴力示威者打官杀 予以最强烈谴责 TV辩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而也是人权的话题延伸 因为禁用新疆棉花 名为BIC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组织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而且大陆的媒体新华社的记者就到了BIC BCI在瑞士的总部想要进行进一步的采访 但协会的工作人员隔着玻璃写了网址 邀请大陆的记者取得联系过后再来访问 大陆新华社记者实地前往BCI瑞士总部 想针对协会禁用新疆棉事件进行采访 结果只有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张写着网址的白纸 隔着玻璃要大陆记者先从网站提出采访申请 大陆记者直及BCI总部却进不了大门 只能在协会大楼外部和一楼拍摄画面 不只记者直接跑到瑞士要说法 在境内大陆外交部针对外媒报道新疆棉议题的新闻角度 也当面点名三家外媒 人权证持续延烧 美国国务院最新发表2020年人权报告 当中就指出大陆是极权国家 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和违反人道罪行 这也是拜登政府第一次正式宣誓 大陆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北京和华盛顿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大陆的报复行动只会让各国反制加强力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看到美国前总统川普夺回了网路的话语权 成立了个人的官方网站 45office.com 作为和支持者保持联系 持续推动美国优先的平台 而这个网站当中 狂赞颂川普的任期 选择性的细数他自诩为成功的政绩 而英国的卫报报导评论 川普希望可以借由这新成立的个人网站 感谢他总统的任期历史 分析也说川普卸任之后 对共和党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也暗示2024年 川普可能要再度搅逐总统的宝座 不过川普的个人推特账号 在一月份国会暴动之后 就被永久停权了 当时川普就预告自己 要成立社群媒体平台 所以现在这个45office.com 开放民众可以邀请川普 来出席活动索取贺卡 渴望成为川普东山在一起的新阵地 巴西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 染疫的死亡人数 已经突破了30万大关 死亡确诊数仅次于美国 位列世界第二 而现在巴西礼约的著名景点 耶稣像成了心灵寄托 而10月份耶稣像要欢庆90周年了 现在当局赶紧整修 希望可以以完美面貌亮相 出列在海拔710公尺的高山上 巴西里约瑞内卢的耶稣像 俯瞰整座城市 张开双臂欢迎全球游客 象征巴西人的热情 今年10月雕像就要满90岁了 巴西当局常在庆盛前夕 帮雕像美容回春 叶稣像从头顶延伸到手臂 铺设了维修用的器具 维修人员全副武装 吊怪在雕像外观 仔细检查 首先用器具敲打雕像表面 确认上头的装饰片 有没有残缺 近距离看才知道 这一块块食材 都完美切割成三角形 顺林拯救团队的资深女建筑师 这次整修将锁定雕像上头 长年日晒雨林深究的部分 并替换外乖的残破岩石装饰 承秀团队由40多人组成 成员包括工程师 建筑师 甚至是地质学家 大火各自发挥专长 确保耶稣像在十月的 九十周年庆生大典 完美亮相 耶稣像不是第一次展修 2014年1月热带风暴袭击里约 民众拍下闪电击中耶稣像的瞬间 雕像右手拇指和中指的石块 都出现破损痕迹 而那一年正好是里约 举办士卒赛的大日子 里约跟耶稣像等于是等名的 来到里约一定要到耶稣像 不过你可以看到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耶稣像的右手中指的指尖 其实是被雷给批断了 那这个损失是非常庞大的 要一百万八币 就是等于再乘以十三 就是等于我们台币一千三百万 巴西当局修了四个月 雕像指尖的破皮还在 但络绎不觉得游客一点也不介意 或站或躺拍好拍满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 每年有两百万人造访耶稣像 如今巴西疫情失控 医疗体系崩溃 染疫死亡人数在三月下旬 突破三十万大宽 死亡和确诊人数在全球位居第二 仅次于美国 国难当前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却不避讳 和支持者一同开趴 还庆六十六岁生日 事后透过电视演说 为自己的疫情政策辩护 强调会让全体国民接种疫苗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正在维修中的耶稣像 依旧看顾着全理约 期盼几个月后的九十岁生日 带给巴西人对抗疫情的正能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过去常开玩笑说 靠脸吃饭 不过现在不是玩笑话了 因为刷脸结账太方便 俄罗斯这间咖啡厅 疫情开始就试验 让民众刷脸结账 还祭出八折优惠 而远在中东的杜拜 也把脸部辨识的技术 拿来加快机场的出入境 拿出手机扫一下QR码 就能进场购物 乍看之下 就像近年兴起的无人商店 但为在莫斯科商圈的 这间超市再进化 在什么时间拿走或放回商品 或加上内建的称重机 统统知道 再加上店内四面八方 设置了一套完善的摄影机系统 监控顾客的一举一动 就连最后结账 也不需要排队 拿出现金 卡片或者扫QR码 真正的拿了就走快速又方便 但或许当地居民还不太习惯 去年开幕至今人潮兮兮落落 有时甚至一整天都没人上门 但另一间位在莫斯科的咖啡店 同样勇敢打头阵 甚至为了拉拢更多顾客 习惯这种消费模式 祭出了扫脸就能打八折的优惠 不惜在疫情期间寄出折扣 因为在扫脸结状前 得先要求顾客下载APP 接着输入自己的生理特征资料后 才能开始使用 但没想到新冠疫情反倒成为助力 让不少人跃跃欲试 不过这种新形态的支付方式 专家并不看好 认为可能会出现无法挽回的资案漏洞 且未来在预防诈骗行为上 将会更加困难 会不会成为犯罪的大漏洞 还得经过时间证明 但近年致力于发展智慧科技的中东杜拜 则已经把脸部辨识技术 用在了出入境管理上 正在定点望向荧幕 最快五到九秒钟就能通关 就连护照或登机证都不用拿出来 去年九月 杜拜当局在自家机场取用了这种零肢体接触 用脸部辨识就能快速通关的全新系统 设置在出入境大厅 总结122道的智慧登机门 并且从阿联酋航空的报道柜台开始 就安装了生物辨识摄影机 杜拜经济高度仰赖观光产业 2019年为杜拜GDP贡献了11.5% 如今同样遭受疫情重创 为了逆转颓势 杜拜当局希望借由全新科技 以及全球第二高的疫苗施打率 在未来几个月 特别是延到今年10月的世界博览会 能够如期举办 再度吸引全球观光客 重返一前荣景 TV新闻众口报道 电影当中的飞车追逐怎么拍 其实大有学问 100年前拍电影的时候技术没那么好 想要拍行驶中的车 得倒退然后再倒带 而随着技术推陈出新 还有电脑特效 飞车追逐的场面越来越厉害 带你们来看幕后特辑 飞车标速场面是很多人观看 电影追求的刺激感 但百年前可没有这样的拍摄技术 随着时代进步 好莱坞出现新拍法 只是需要特殊技巧 尤其是特技员的配合 拍摄汽车奔驰场面的新里程碑 就在2003年这部电影奔腾年代 只不过这部电影不是拍汽车 而是拍马在奔跑 直到后来出现这种 行驶式摄影机和车辆平台 把汽车放在车辆平台上 借由专业的特技车手辅助操作 2011年雷尔葛森林的经典作品 落日车神 就是用这样的拍摄手法 要让观众失利奇迹 仿佛在场景中跟主角一起飙车 去年的这部电影今天营救 有新尝试 而提到飙车电影当然不能错过 《玩命关头》系列 受到全球影迷喜爱 其中有部分画面 则是透过电脑动画呈现 《玩命关头》8的丧尸车场景 也一样大多在克里夫兰拍摄 但背景设定在纽约 得靠电脑加工后制建筑场景 回顾过去 这样的飞车追逐场面 已经走了100年 虽然科技日新愿意拍摄手法 不断创新 唯一不变的是带给观众 身丽其境的初衷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莱坞的大动作片 像是漫威系列的电影 其实为了节省成本 都会先利用3D的构图 把所有的演出分镜表 变成动画 方便现场的运镜灯光 还有演员演出的情境 在疫情期间呢 是大微风行 熟悉的漫威角色 看起来像是3D电玩 画面尤其似曾相似 这是现在好莱坞电影 最新的前置利器 也就是电影预览技术 利用3D绘图 在电影还没有拍摄之前 就先帮导演 把电影的分镜变成动画 以往只有重要的动作场景 需要事前利用预览技术 让导演和动作指导 早一步掌握拍摄出来的效果 但现在应用越来越普遍 不只是漫威电影里的动作场面 就连浩克在餐厅里 跟粉丝拍照的轻松桥段 或是鹰眼跟黑寡妇的感情戏片段 其实都在拍摄之前 透过场景浴室的技术 提前勾勒出来 甚至在剧本完成之前 电影公司就已经展开这个 把分进视觉化的步骤 这其实是最好的地方 是可以做一些研究 试试试 中间的试试 整个预先将分进视觉化的过程 等于让特效公司 从头开始参与所有的制作流程 包括场景布置 演员走位 镜头运作 还有灯光美术 都能同时掌握 还能针对同一个故事场景 提出截然不同的拍摄建议 尽管这种做法省失神力 方便制作公司估算制作成本 在疫情期间也能让不同团队在家中作业 但削弱了导演对电影的转过空间 不少知名大导因此放弃 晋升漫威家族的机会 但对制作团队来说 这种电影预览的制作方式 在技术层面上绝对是最大的幕后推手 尤其是3D电影 想塑造身离其境的第一视角 就必须利用预览技术再三揣摩 在实际的电影拍摄上 也能展开所谓的技术预览 事先通过演算 规划好演员的走位 以及镜头拍摄的角度 记得这个场景 从《Thor Ragnarok》 这样的做法更是好莱坞在疫情期 得以重新复工的好方法 借由拍摄的详尽规划 透过远端操控拍摄机器的运作 减少现场工作人员的人数 还有接触机会 是前充足的准备 也让导演在现场更心无旁骛 演员也能更专注在自己的表现上 因此不只是漫威这样的大场面电影 就连夜行动物 还有为父不仁等等剧情片 都利用这些技术来预先重建场景 让演员能够有更好的演出 尤其是在疫情发生后 这样的拍片技术将会更广泛使用 以往再后制 才会扮演重要角色的视觉技术团队 有望成为电影工业当中 最举足轻重的成员 TVV的新闻政府报道 一方学徒养一方人 放在动物身上也适用 重建女孩养了羊驼 她不但会吃芥末大蒜重口味的东西 还最爱吃辣椒 每天把自己的嘴吃得红通通 成为大陆最新一代的网红羊驼 蓬松的毛发 呆猛的模样 可爱的羊驼 是现在许多大陆人饲养的宠物 重建这一头 近来因为这支影片登上热搜 因为她每天都狂吃辣椒粉 小羊驼吃着刺激的辣椒粉 眼睛都不眨一下 感觉还挺享受的 网友说 不愧是重庆来的 不怕辣 口味还很接地气 经常就拖着吃 不看她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增长在重启嘛 所以就挺崇敬的 每天我们都会对这羊头 进行一下放牧 第一是出来之后 他们可以吃一下地理的杂草 然后补充各种维生素 还有各种矿物质 指挥着一大票 声势浩大奔驰在高原上的羊头主人 是从澳洲留学回到大陆的山西女孩 因为现在大陆景点和动物园 对羊头需求量大 她透过网路线上卖羊头 还提供售后服务 现在平均一年可以赚进一亿台币 比如说传统的销售模式 它就有一个很巨大的缺点 就是说是它的范围很窄 就是你很难把自己推 就是推向整个市场 我就加入了网络销售的这种模式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 我们的这个销路 就是可以更多的面向全国的市场 羊头不只能当宠物 它的毛轻薄温暖 国际精品都将它视为高级毛料 因此也有人形容 羊头是会走动的黄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酸臭的滋味让人上瘾 螺丝粉您吃够吗 去年在大陆创造高达 480亿台币的商机 而这个小吃创始地 是在广西柳州 在当地经济也大翻身 相关的商机甚至高达了2100亿台币 为了精准调配螺丝粉的特殊气味 甚至还诞生出一种很冷门的职业 叫做螺丝粉文臭湿 因为有这种臭味需要有特殊气味的酸笋 文臭湿就是要用自己的鼻子 去确认酸笋的品质 一年上百万斤的发酵酸笋 有的时候还要钻进小巷弄 发掘更适合的味道 这两年的中国大陆最火的小吃 非螺丝粉莫属 远远就能闻到浓重的气味 入口更是酸辣咸香 光是去年就卖出超过台币 480亿元的带装螺丝粉 比起2019年成长75.74% 商业商机更催生出一种特别的行业 螺丝粉的灵魂就是酸笋 臭里带香 香里带臭 我是李永国人称丁笔者 我就是文秀师 厂区这一整片好几个大桶子 里面装的都是经过发酵 带有特殊气味的酸笋 文秀师就是负责用自己的鼻子 去维持酸笋的品质 我们公司的用量都是 两万五到三万斤这样需求量 目前这个市场 酸笋这个市场用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省的话 光我们这个公司一年都是 三百五十万到五百万斤 李永国可不是只用一只鼻子 就管控一年上百万斤的发酵酸笋 没事还会钻进小巷弄 发掘更适合的酸笋 来柳州之后 基本上哪家螺蛳粉好吃 我就要去尝试一下 每个小做法做出来的效果 腌制的效果是不是和我自己腌的效果是一样 哪些地方我都改进 你向他们学习 螺蛳粉的发源地广西柳州 当地的酸笋做法其实非常简单 利用磁钢再加上新鲜的笋子以及山泉水 最上面加盖完全密封 不用任何调味料就能产生出臭中带香的腌制笋 这种祖传发酵的酸笋 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会散发特殊的气味 至于放到什么程度 最能让人吃的欲罢不能 就要靠文臭式的经验 这个船船有一个最奇妙的方式 越久越香 根据调查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对于这种发酵性食物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但有臭味的美食当中 又是以螺蛳粉的消费人数增加最快 高达93% 专家分析 证为螺蛳粉的爆红就是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小包装懒人必备的地狱小吃 再加上红红火火引起食欲的卖相 自然而然就成为外销20多个国家 出口额超过1.3亿台币的热销商品 前来零多的时候 我不是很喜欢螺蛳粉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重 但是后面我的口味已经变了 现在它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素食带装的螺蛳粉 现在几乎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食品 生产及时包的企业增加到60多家 上万家网路商店都在卖这种小吃 制造工厂更是不断获增 那我是学生动画的 我们给自己研发设备自己做 让那个也能更大的标准 然后产量会更高 2013年起家 柳州在地人利用自己的专长 想把小吃推广出去 从一开始三四百包都做不出来 到后来一天能生产三四十万代的螺蛳粉 还协助推广整个螺蛳粉的产业 很多同行会到我厂里面来 会来参观 你可以把有人派到我的工厂里面进行培训 我使用哪一家的私费 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推荐给你 对我们整个行业都好 对我也好 产业间的交流 把市场的大饼给越做越大 柳州的螺蛳粉相关产业商机 就超过两千一百亿台币 还创造了二十万个就业机会 一碗酸辣小吃成为撑起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 也让柳州人越闻越香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